有店家把跟柯文哲的合照放在门口居然影响到生意了吗 台南安平老街上面有两间老字号的密件比邻而居 就有网友发现生意差很多 其中有一间60年密件行传到第三代了 照理来说应该有很多人 但是店里面冷清清 拍照PO文询问是不是因为门口挂了柯文哲夫妻的宣传合照呢 两间老字号密件在安平老街上比邻而居 人潮却是强烈对比 看看左手边这家有150年历史的人潮络绎不绝 结账的客人一个接着一个老板娘装带的手没有停过 这对从台北来的情侣 一到安平就直奔这间密件店 反观右手边这家开衣夹子的密件行 却是冷冷清清 就与网友拍下照片PO网好奇发问 每次到台湾第一届安平延平街 发现每届密件老店人潮都络绎不绝 就只有这一家门口罗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有网友注意到店门口挂了一张放大的 柯皮夫妻照留言写说门口有衰神 看到自动回避这家一定挂错照片了 对比店内人潮同样是安平密件老店 一百五十年的五代业者 小店挤得满满 但六十年历史的密件行 却是门口罗雀冷冷清清 其实除了门口 老板也在店内挂了跟柯文哲的合照 账头还有亲笔签名 如今科匹深陷风暴 老板会不会考虑撤驾 大部分的民众认为 不会因为门口磕皮照片 就不去消费 还是因为口味关系 只是密件老店 好不容易盼到疫情趋缓 来客树却不见起色 还是难免忧心 记者洪荣兵爱三居小组 泰能报道